大爷 还想请教您一问题 您觉得咱们这北京人啊 能趁五十万的家庭多吗 要五十万啊 这不好说 不好说 他为什么不好说呢 一个家庭 那也不这么简单 像我们这岁的 有好一个孩子 是啊 对吧 那么这孩子分不上 你就得管 这孩子就是说困得点 那他没能耐 他有孩子怎么办 那事啊也不能逼的 对吧 他再好好干活 丈夫娘病了 管不管 肯定得管 所以啊 就这些东西 你说他本身老人他有病 那怎么办 就得治孩子 所以你要说这时候退休 职工 有没有趁五十万呢 让我炒啊 让我炒 这百分之三十多 呃 一百个人退休的 你让他拿出来 五十万呢 有三十个人就不成 那百分之七十都不到 哦百分之七十都不到 哪可不 那咱也咱不了 怎么咱 你得油牙齿管 那孙子 怎么能啊 得吃点好的啊孙子 钱呢 哦 现在 连你们都穿扔 啊 会补一扔吗 不会 不会 这脚底这个 袜子 啊 一跳丝 扔了 是便宜的 我们那会呢 啊 新三年 旧三年 风红骨骨骨又三年 一双袜子穿九年 就 那可不 那可不 你现在还 没搞过给你做一比喻吗 孩子上学 啊 就说你们这孩子们要上托儿所 你能上这个次托儿所吗 尽自己能力吧 上点好点的吧 他不这么比 哦 我自个能力有 是有 也就是啊 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哎呦 为什么占百分之二十 他一般就执老家 这都得贴补点吗 哎呀 你说呢 管不管啊 那肯定得管啊 就得老家去管 对吧 对 你说老家 啊 哪 哪 他也是挣死工资啊 对 是不是 国家只能照顾你自己 啊 照顾退休的 是啊 说您照顾孙子买房 那谁管得了啊 谁也照顾不了啊 那大钱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 就说你本人职工 啊 他现在我们 我 占我们这辈儿来讲 一般的 像这将来以后你们这样的成了 说能拿出几十万来 这到您那岁数成了 哎 是不是 因为你们孩子没少啊 是啊 你拿现在买一间房多少钱 对 买一间房 拿你们的孩子 将来好 你说你结婚没结婚 你结婚了 买房 搞得一下 没房不成 哦 让你家存了五十万 你哪找去啊 是啊 没什么钱了 哎 所以呢就是说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啊 还成 哦就是 是 是吧 您那会儿是那个单位分房 啊 我吗 我福利蓬蓬啊 我没有啊 是你没有啊 是啊 你是不是说一下 还是值老家 还得父母接近 是 对 是 那您老挑这孩子 啊 说我这个儿子不孝正 我儿媳妇不好 怎么好啊 哦 这不能 你本身这样对老家怎么样 一代传一代 是不是啊 啊 就说我孝儿大了 哦 对老家 百分之百吗 那也未必吧 是不是 能说谁对老家百分之百啊 我弟还要孩子呢 是啊 分心了就 对不对 现在 要父母活着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 是不是啊 我有钱了 对 你那会儿呢 老家也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你也挣了多少钱 你再能给他们一大帮孩子啊 哎呦 兄弟分了吧 那些钱 你说是不是啊 就说呢 孩子别有病 啊 是吧 在家孩子里 学好 是 你需得愿他好好念书 有文化有知识 将来才有中心 还有 还有 是 是 大爷说出了家家有没有五十万的看法 您觉得呢 是 是 是